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清德总统在X上面就发出了一个道贺信 而很快的莫迪也回应了 看起来两国援手的互动非常好 赞清德说希望印度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之下 扩大与台湾在经贸 科技还有其他领域的合作 深化台印关系 莫迪也说希望台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谢金河财经上面常常有一些说话的人 他就讲说莫迪连任之后 像这样的贺电来来往往 就代表台印关系双边会有更好的发展格局 可是像这样子的来往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辞令 就对中国大陆看起来就很多的意见 中国大陆立刻就抨击了 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他就说印度应该要抵制台湾的政治图谋 中方已为此向印方提出交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反应 在印度的政界 媒体 智库 还有学界 那当然你这样讲只三到四的 他们当然不开心 所以又引发了新一波的挺台声浪 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 可能也可以来观察一下 未来他们的外交上面的策略 包括中国外交部据说发出了贺电 这个道贺 结果印度等了三天才回应 这是中央社的报道 说等了三天冷回应 那现在中印的关系看起来是蛮紧张的 因为在中印边界也有一些冲突 还有一些武器上面的一个布置 所以是不是台湾也变成了一颗棋子呢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矛盾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冲突 台湾在中间有时候会变成工具 那印度是不是也寻美国模式呢 另外我们看到莫迪才刚刚宣誓就职 可是国内必须讲很不安定 很动荡 像是印度的朝圣巴士就遭到枪手伏击 那巴士坠落山谷造成了九死三十三伤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新闻 很不好的讯息 可是莫迪他有雄心壮志 他想要挑战大国梦 印度他自诩是大国嘛 那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第三期任期 外界专家都有很多的分析 包括美国之音就讲说印中关系可能会缓和下来 可是互信还是很低 我们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已经传出了在七月要出访印度 那这两个人要谈什么呢 可能是未来两国领导人的所谓习莫会 会不会召开成功 还是要看王毅的印度行 那顺不顺利 而另外北京的学者王毅鬼 他就讲莫迪以中意边境冲突为由 放任他认为他放任不处理 让印度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所以呢这一次莫迪他的大选 其实赢得不多是叫做惨胜 显示未来他可能没有办法为所欲为 他想干嘛不见得就能干嘛 而且印度近年来对于莫斯林的处理 其实蛮残酷的 所以西方国家对他的永远度已经到了极限 那未来五年他的任期 他必须要往印中关系处理好 才能让他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下去 而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印度呢 他们也有很多大国梦 那你的基础建设 包括卫星网络战局 是不是也已经在启动了呢 马斯克过去曾经主动说 我要进入印度市场 然后来做一些偏远地区的网络服务 可是SpaceX还是没有获得印度的点头 它没有被核准 那印度有两大亿万富豪 已经在做基础设施了 我说的就是卫星网络的服务 像是这两家公司也都在洽谈 传统宽屏网络没有的这些偏远地区 提供网络网络给印度的陆军 海军 那除了这些网络网络 或者是卫星服务之外 我们看到包括中印关系 显现在哪里呢 中印关系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拿大 好像跟印度的关系也非常的差 甚至比印中关系更糟糕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杜鲁道 就是加拿大的总理 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祝贺文 在这里 他的贴文还特别讲说人权法治 祝贺通常我们可能就是祝贺 他还特别强调人权法治 所以莫迪没有及时回应 一直到四天之后 比中国还慢 四天之后才有一些回应 外界的评论是冷处理 我们也知道去年年底 加拿大发生了一桩凶杀案 席克教的一个人士 在加拿大被莫名其妙就被谋杀了 所以加拿大的情报局 今年对印度进行了两次的案发 他们在调查 他们怀疑着跟印度的官方有关系 那这个做法对印度来说 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包括最近印度男子在加拿大 要被枪杀了 所以警方更加怀疑 有针对性的杀戮 那印加这两国的外交危机 是不是也会雪上加霜呢 我们先问一下两个 怎么看印度这个国家 它跟中国大陆未来的关系 会更好还是更坏 那我们台湾被当棋子吗 还是我们跟印度可能有办法 在这样的空隙中间 有一些更紧密的合作 因为我们台湾跟印度的关系非常低 基期非常低 我们台湾在印度的企业只有106家 日本是4000家 你看你的基期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台湾跟印度的贸易额是82亿美元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是3000亿美元 你基期那么低当然可以改善 这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搞不好改善百分之百 所以谢金河也不用吹牛了 很快的贸易额就会超过100亿 那就增加20%了 大进展 恭喜 大进展 这个是有很深的历史原因的 因为印度刚建国的时候 他偏社会主义 他比较亲苏联 所以他又是不结盟国家的发起人 所以尼赫鲁跟周恩来是很熟的 所以他就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保持距离 大概到一直要到1970年代 才开始改善 所以坦白讲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 不然日本韩国距离印度更远 为什么人家关系那么多 对 印度到处都是现代汽车 你有看过台湾什么产品 大概是电脑 主要就是电脑 BenQ之类的 就是电脑 就是电脑 所以本来就有空间可以发展 印度现在的GDP 已经超过3兆美元了 台湾当然是可以来发展 可是我跟你讲 印度你没有邦交 是很难发展的 因为他的官僚主义 我们就要讲到为什么莫迪这次会产胜 他调了63席 一党没有过半 他本来选前是夸口说要选400席 结果到最后连自己都没过半 而且选前民调他也是过半 所以你就知道印度民调多不准 这题外话 可是他为什么会败选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他虽然创造了最 有史以来最好的股市 有钱人也变多了 可是就是一般老百姓没有感觉 事实上最典型的就是他北方大省 那个北方大省他这次 那个输得一塌糊涂 那个是印度教的神 那就表示还是有贫富问题 就是所以有一个英文的媒体 就直接讲说 莫迪是败给了每天赚4美元的印度人 比较穷的那一群人 非常穷 而且人数在大量增加 我还看到有一张照片 就是考上教员资格的一群老师在罢工 就是他们已经考上了 可是都一直不能够递补 就没有缺 所以他的经济真的出了问题 所以接下来他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就是要让中下阶层比较有感的政策 可是他如果这样做 又会让他的经济发展变慢 所以这有点两难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照理讲 印度的所得这么低 照理讲你应该可以取代中国 很多便宜的比如说纺织 一些石化产品 你应该可以取代中国才对 是啊 理论上 为什么没有取代 为什么没有 他劳力秘籍的产业就做得很差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官僚主义 就是很多外商去他那边要投资 劳动秘籍产业 审批的程序都非常的冗长 常常会碰到一些状况 你也知道 很多国家的企业在那边都被他叼 就突然来个行政罚 我事实上大陆不是有一大堆 一大堆企业就突然被罚款 这个不是只有大陆 美国也一样 在这里他是公平的 他是以律找麻烦这样 就这个国家的官僚 他的权力之大 然后法令的解释 如此的不清楚 那使得官僚有很大的权力 而且他也不是只针对中国 很多人都吃过他的官僚的苦头 一世同仁 对 所以就造成了他今天这个状况 这个也有他的历史 就是他过去一直没有一个 很彻底的统一市场 所以就各地都有自己的法令 莫迪虽然很努力 莫迪对印度是有成就的 就是他要想办法打开贸易壁垒 建构一个统一的市场 可是很不幸这个还在路上 所以就会常常会有一些地方 给你找麻烦 干嘛 这个其实跟中国大陆早期也完全一样 你也不能说中国大陆现在没这个问题 就是地方就有一些法令解释 来找麻烦的种种问题 然后他的贫富悬殊是一定要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他太 在一进印度教为主 那霸凌其他的教派 所以引起了穆斯林跟席克教的大反弹 是 没错 来 请教兵哥 印度的问题向来 就是一直摆在那个地方 要解决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它是有历史上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谢金额最近是拼命胜战印度 他甚至讲说 马斯克你看吧 你放弃印度 然后跑去北京见习近平 现在知道了吧 莫迪又连任 莫迪是莫迪连任 他也是产胜 他也并没有赢得很漂亮 他自己的那个选区 他都差一点输掉 到后面票数突然之间增多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什么东西出现 所以莫迪这次赢的其实并不好看 所以这对他未来的控制力 应该是会有影响 他的控制力应该是会下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莫迪还能够像过去这样压制 国内其他的这些反对的派系吗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过去的任期内 一直在针对穆斯林 在做压制的动作 这种民粹主义的做法 其实也遭致很多反弹 我觉得这个久了 对印度本身未必是有利 他自己本身印度教的地方 现在贫富差距造成他的一些影响 然后穆斯林这边更不要讲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莫迪的新的任期来讲 都是很大的挑战 至于说他拿台湾的问题出来摆弄 我是一直觉得很无聊 就是这些国家每一个都是 好像把我们台湾拿出来耍一耍 耍一耍之后耍完就丢了 哪一国要真的跟我们建交也没有 谁说真的要跟我们加强很 就是大量的经贸往来吗 或怎么样也没有 实际上我们台湾很多台商区 也是被刁难乱七八糟 因为我就有同学 现在正在印度做生意 对 也是被搞得七婚八素 亮哥刚刚讲对 他也不是针对台湾 他对所有人都差不多 对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文化习惯 你要知道印度是一个 哲学立国的国家 所以他们解释很多东西 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跟西方商业行为不一样 然后跟东方的这种也不太一样 他制成一套的体系 所以我觉得印度的发展的瓶颈 就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这种处世的模式 没有改过来的话 印度要跟外国接轨 然后要强力发展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他现在要建立自己的 这个卫星通讯系统 对 他不是没有这个技术 他有的 可是问题是他要花多久时间建构 而且如果只是为了军方的话 你怎么支撑这个系统 你知道印度政府的预算 常常这样编的 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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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年可能就不编了 因为他可能没钱 可能必须要去挪到 其他的地方用途 所以他包括他自己的军事建构 都是做一做一突然停摆 要不然就是政策突然转向 去买别的国家的东西 然后就整个全部都在重来 所以印度如果这种 积息不改的话 你说他要能够再往前 一步发展是很困难 当然印度是有人口红利 可是这个人口红利 能够帮助他多少 至于他跟加拿大的问题 你看他已经四天才去回 表示他对加拿大 比对中国大陆更厌恶 在这种状况下 他跟加拿大如果处得不好的话 他跟整个西方世界容易处得好吗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毕竟西方这些国家 还是往往会把人权 抓在嘴巴上念 莫迪有办法去克服这个吗 我个人认为这都是挑战 请教舰长 如果我们从美国之音的角度来看 他说印中关系渴望和缓 他又谈到了有关于我们台湾的部分 他说在社交媒体X上面很快的 就是赖清德总统恭喜莫迪他连任 然后很快的就获得回应 你真的觉得那是莫迪回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是小编回的 他们一定对于各个国家都有一套说法 然后你这个国家来祝贺 我立刻把这个带进去回你 绝对就是如此 你不要认为说 这真的是莫迪自己回的 至于说有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 只有从毛宁这个发言者隔空祝贺 而且他讲的是说 推动两国关系 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事实上来讲 我们来看印中关系可能缓和 但是如果从经济上面来看 可能不是如此 因为他们可能逐渐变成对手 怎么说变成对手 因为两国有不同的许愿 这一个许愿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说 以莫迪来讲 他的许愿是2047年 印度要挤身成为已开发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其实许愿在 2049年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问题是两国的距离非常的近 如果说我们看印度的发展 从20 我们直接可以这样看 从2014年到2023年 他的GDP的确是大幅成长 他成长了55% 但是大家觉得这很多 但是如果仔细看他的数字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是从1600美金提升到2500美金 其实那也就是刚刚 曾亮老师讲的 其实就是4块 每天就是4块美金的问题 这个也就代表说 其实印度的经济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M型还要糟糕 他应该是L型的 这一个情况 其实就会让他的经济 经济虽然发展 可是社会出现问题 嗯